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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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我是卡六使 有些人會覺得 智能家居是不是真的這麼實在 以前沒有一樣的生活 但不能發現 因為世界不斷地改變 在我們小時候 沒有電視機的容器 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沒有手機 OK Google 停 那你說現在沒有手機 你就怎麼生存 既然是這樣 將手機用途再推前一套 你只能夠控制家居的所有電器 所以卡六使認為 無論你自己有沒有打算在家 安裝置或裝置 但對這個技術認識多些 都起碼保持著自己 不會跟社會脫節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影片 已經簡單跟大家講過 Google Assistant 和Google Home的關係 亦都介紹了一些智能的東西 好像Google Mealy 和Google Nest Hub 最後我還跟大家分析了 零火燈製和單火燈製的分別 如果大家都真的想了解多些 那我們現在繼續講下去 我們接觸上一次 繼續講零火開關和單火開關的分別 單按鈕的零火開關 就有三隻接線腳的 而接駁方法就是這樣 可以見到火線 將開關和燈膽串聯 而回到零線 也就是回路線 Neutral 完成了完整的回路 而火線和零線 也正確地供電給戰能開關的控制芯片 但是單火燈能開關就不同了 它只得兩隻的接線腳 所以接線方法就是這樣 懂電學的你一定看到 當開關未啟動 未形成回路之前 根本控制芯片 就沒有電源的供應 聰明的廠家都想了很多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在控制芯片裏面 加一個非常大的可變電阻 令到開關即使不打開 都有微弱的電流通過 僅僅足夠為控制芯片供電 但是又不止於短腦 而另一個方法 就要在燈膽那邊做手腳 做法就是把電容和燈拋並聯 亦都可以達到相同的效果 而卡洛斯用開的牌子 就是用第二種方法的 所以買回來的時候 就已經附送電容了 但是用得這種方法 就要爬高 拆開燈 在啡色的火線 和藍色的回路線之間 並聯合一隻電容下去 做好了這個手術 你會發覺單火的戰能開關 其實都可以正常操作 不過在我經驗裏面 家裏的單火戰能開關 間中都會有問題出現 遇到這樣的情況 就要去總制度關掉開關 然後再開 才可以重置 聽完有關單火燈製的講解之後 你應該都會明白 用家電容取電的方法 不是百分之百可靠 所以如果有方法取回路線的話 當然盡量用零火的開關 在上一次的影片 卡洛斯都有提到 要使用零火的開關 就要在旁邊左右 引一條回路線過來 而我為了換這個三按鈕的燈 上個星期 我已經引定這條零線過來 而我手上這個 就是一個零火的三按鈕開關 它總共有五個接線 分別就是火線 零線 以及三條燈具線 卡洛斯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家中做這類電工的接駁 由於你不是入行接生意做 所以無需考電工牌 但是你必須要對電學有足夠的認識 才好開工 如果不是電死都不知道什麼事 例如現在我就用一支 俗稱他筆的試電筆 去檢查清楚 原本哪一條是火線 母子碰著試電筆的尾端 碰到火線 就會透過身體形成回路 裡面的奶膽就會點亮 之後我們關了總製裡面的燈仔 要清楚知道原本那條火線 不再有電 才好進行接駁 原來的傳統按鈕 就有三條火線 現在我只需要一條 我先將之前預備好的回路線 接駁到零線的位 然後再將之前其中一條火線 接駁到離火線的位 而多出來的兩條火線 我就用電線膠布 接駁到它 之後我再分別將三條燈具線 以次序轉駁到新開關的L1 L2 L3 3個接點 這個時間開回總按鈕 新的智能開關 已經可以作為觸控開關用了 咦? 但為什麼舊的燈仔 還剩下兩條線呢? 主要因為其中兩個聽燈的燈仔 原本是做了雙控開關的 每一眼燈就用了兩個單刀雙窄的開關 令到在客廳的兩個方位 都可以控制燈具 但其實轉了做智能開關 這個燈仔就沒有用了 又或者你可以拆開它 短路了它就可以了 而轉成智能燈仔 那邊多出來的兩條線 亦都是用電線膠布菌綁了它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打開智能開關的面蓋 要用回原來開關的兩條螺絲 將智能開關安裝好 好了 硬件方面我們已經完成了 接著來到最麻煩的軟件設定部分了 正常供電之下 指示燈是慢閃的 只需要長按其中一個按鈕5秒 就會進入兩短一場的閃動狀態了 這個時間你的手機應該安裝了你買的牌子的apps 譬如現在我進入了e-link的apps 按加號增添一個裝置 選擇現在客廳的wifi網絡 之後就應該可以搜尋到新安裝的智能開關了 如果搜尋了好久都是找不到 就用另一個方法了 方法就是出新增設備的一頁 選擇兼用模式 這個方法是要基於兩短一場的閃動狀態之下 再長按5秒 就會變成快速連動閃動的狀態了 而兼用模式在這個時間搜尋 就會先搜尋到設備的熱點 然後軟件會提示你將手機的wifi 指向這個itead字頭的熱點 之後再回去進行下一步 就會見到獲取設備訊息 發送聯網訊息 從聯絡遊戲 以至正在註冊設備等等的項目 一一都成功了 來到這裡 E-link的apps 已經可以操縱一個新的智能開關了 我還將這個智能開關的名字 改名為light 如果你沒有需要用到語音控制 其實用這個apps已經很方便了 但是買這個裝置的時候 它標明了是google home compatible 所以現在你走去google home的apps 又會自然多了light的裝置 而且不止一個 總共有八個這麼多 但我們只會用其中的四個 因為兩邊是相同的 我們用的四個分別就是light lightoutlet1 lightoutlet2 和lightoutlet3 當初light就是三個鍵的總鍵 而每一個outlet再分別代表每一個鍵 現在我正在做的 就是在google home裡面 將每一個鍵加入去我的住宅 然後再加入這個住宅的客廳裡面 之後就在google home裡面 都可以遙控燈鍵 我們再試一下用語音來操控 OK Google Turn Light On OK Google Turn Light On Turn Light Outlet 2 不過似乎全部都叫做Light 又叫做Outlet OK Google 它不是很認得到的 Turn Light Outlet On 我先把那個蓋蓋好它先 想深一層 將這個鍵叫做Light 都是不行的 因為整個屋都是燈 認真用語音來操控 就真的要為每一個燈仔都特別改一個名 於是我就把客廳燈改為Living 將飯廳燈改為Dining 走廊燈改為Corridor 而全部都放入google home的住宅裡面的客廳裡面 現在真正用語音操控一次三眼燈 Turn Corridor On OK Google Turn Dining On OK Google Turn Living Off OK Google Turn Living Off Turn House On 以後去完夜街入屋 都不用摸黑找燈仔 OK Google Turn House Light On 因為我將總仔的名字改為House OK Google Turn House On 來到今天 我客廳 廁 廁 廁 工作室 和睡房 都安裝了智能開關 實在非常方便 OK Google Turn Workshop Light On OK Google Turn Spare Room On OK Google Turn Spare Room On OK Google Turn Spare Room On 好了 選了這麼久 最後 將全屋的燈 風扇 機 全部都做完智能 又或者 你會覺得 經常都OK Google 都相當麻煩 而且 有噪音的時候 便應都不太準確 但由於用了Google Home 來驅動 就算你不用語音 就這樣用手機 來開關 都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用了WiFi網絡 就絕對不等於紅外線而控器 要見到裝置才能開到 全屋都接了WiFi 理論上去到哪裏 不用見到一個Device 都可以開到它 不單止這樣 就算走到外面 只要你有網絡 就可以控制到家裡的裝置 不知道你覺得有沒有用 但是為我來說 我就覺得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給我將來 解決很多問題的可能性 例如我離開了香港 去到國外公幹 我都可以隨時隨地 利用手機利用好家裡的 智能裝置 千里之外 都可以為貓為雨 可能性真的沒有極限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 多些有關智能裝置的操作 請繼續留意我的影片 我是卡奧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再見 OK Google Turn like all